可不可以拿來當按鈕? 絕對可以 怎麼做? 圖案 比如說你要多一個什麼呢 笑臉好了 笑臉 OK 這個笑臉的顏色你可以自訂一下 看你今天要什麼臉 按右鍵有沒有 這邊可不可以指定聚集 有 門號 按確定 比如說你清除掉 笑臉按下去 一樣可以執行 對不對 對不對 如果說你要一個什麼XX好了 比如這邊有沒有XX 這邊有XX X號 那假設代替清除的話 按右鍵 有沒有 指定聚集 一樣可以有個清除 對不對 按個確定 清楚 甚至當然你這個按鈕你也不一定要擺在這邊你可以擺在 隱藏處 然後要的時候按下去 然後呢也許你的報表就產生了 你下班前按一下 好 那平常的話你就可以 好 對不對 這樣不是很好嗎 工作也蠻愉快的 對不對 事情也可以做完 不要說讓 老闆一直認為說奇怪你到底是為什麼一直在加班呢 這個事情做不完 實際上就是效率提升 這沒有辦法 現在應該 資料量的產生 速度太快了 OK 所以還是要有一些方法 幫我們完成 所以 如何 增加按鈕 很簡單 如果你要稍微正式一點的話 從這邊 如果稍微可愛一點的話 你可以從插入圖案裡面 我剛剛是用這個圖案裡面的這種小圖案 如果你要在其他的圖案也都可以 只要在圖案上按滑鼠右鍵 有這個指定聚集的功能 他就可以 按下去之後 幫你去執行那個程序 OK 大概這樣邏輯 然後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其實 做了一個程序 再做了一個按鈕 那你的那個工作上面呢 就會有一些些的改變 一些些不同 那 如何在快速的幫我們把 那個以前你做過的一些函數 再快速的轉換成VBA 我後面的話呢 也會 教過一些方法 這些方法的話 跟書裡面講的其實真的不太一樣 因為有些東西是我後來發現 可能你們需要的也許是比較簡便 快速的一些方法 所以我盡量寫的 這些VBA的程序 跟一般的書裡面寫的 比較大的不一樣 一般書籍裡面寫的 比較是屬於 物件導向式的寫法 那我寫的基本上是比較直覺式的寫法 都是從看得到的 地方 所產生的 那就是 重點就是一個sales 物件 加上一個回圈 效果其實就可以跑出來了 那後面的話 也許下個禮拜會多一個邏輯判斷 因為很多地方你需要做邏輯判斷 什麼情況發生的時候 如果才需要做 某些事情 有一重邏輯 兩重邏輯 跟多重邏輯 那你也可以再套到VBA裡面 那其實慢慢慢慢 越來越 複雜的一些自動化 就可以很快的幫我們產生了 所以這部分請各位先試試看 就是 如何 加上那個按鈕 為那個VBA加上按鈕 好